以下节目是由长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 我们将继续与大家探讨 用人文教育来教导学生的重要性 那请到的嘉宾呢 是长春藤指导的创办人江宇英教授 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江教授 江教授提倡人文教育 宋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和思考能力 为学生打造全面和坚实的学业基础 学生的SAT ACT AP等标准考试成绩 以及大学录取结果 年年创造佳绩 江教授和他的长春藤指导 已经帮助了无数学生 进入长春藤以及其他理想的名校 江教授你好 您好 敏娜您好 观众们好 那江教授了 那说起呢这个人文教育了 你们呢就是2019年的春季课程呢 您会介绍哪一些这些经典的名著呢 对 春季课程呢 刚刚已经开始了 还是鼓励呢 那个家长和家长可以进一步了解 并且呢争取让学生来上我们的课 我们的课呢已经基本上都满了 那呢在我们这个Advanced English 这是我们最经典最好的一门课呢 是我亲自在讲呢 我们要读首先要读其实要读大量的诗歌 还要呢学大量的语法 还有呢就是有大量的词汇量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集中读五本重要的小说 或者是剧本 那么呢这五本小说呢 其中有三本是得过诺贝尔奖的 那么还有一两本呢是古老一点 就比诺贝尔奖可能更早的 那么第一本呢是一本斯坦培克 这个是一个1952年得诺贝尔奖的 并且是本地的一个作家 那么他写的一本叫做《人属之间》 那斯坦培克呢他的家乡就在Salinus 在Monterey旁边啊 他写过三十多本这个很重要的名著 那其中呢这个人属之间呢 是比较适合于这个高中这个年段 所以呢我们这个呢 深刻地探讨这个友情人性 还有这个还牵涉到一些这个 人对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啊 还有好朋友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因此这个斯坦培克也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还有第二本呢 我们会要学的呢 是这个也是一个诺贝尔奖的作家 叫做福克纳 福克纳呢他写的一本书呢 叫做《当我密留之际》 也就当我快不在的时候 那么他是借了这个希腊神话的 这个奥德修斯 讲了呢这个人的整个一生的历程 那奥德修斯是讲20年呢 一个英雄归家的事情 他这里呢以这个为比喻呢 就说是一个 一个母亲归家 但这个归家等于是要归到死亡去了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 很重要的名著呢 是个剧本 这个也是个本地作家 叫做这个 《长日路遥遥》 意思是讲这一天呢 回顾着整个一个家庭的一生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诺贝尔奖得主 还有一本呢叫做《西线无战事》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反战的故事 这也是 这是一个德国作家 一个德国作家的一个反战的故事 那么我们一共呢就是 有这么一些重要的著作 在我们的这个 《Elvain's English》里面 那说起呢 您刚刚提到五本这个经典名著了 那你们学生呢 考这个AP的成绩呢 一直呢就是 学生满分的比例非常的高 可不可以麻烦您来讲一下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呢 是八九十年级啊 那么学我这个经典名著呢 他们马上就转入这个 AP语言和AP文学的课程 那么有的在学校修 在我们这里在make sure 就在继续巩固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非常吃惊 就是AP语言呢 AP英语语言呢 全国的这个满分率呢 就满分是五分了 全国满分率只有10%左右 10.6% 那我们这边修课的满分率呢 有90%以上 那真的很高耶 九倍于全国啊 还有文学呢那更不得了 文学是20倍于全国 也就是说全国只有 百分之五点几的人拿到满分 而我们是95%要拿满分 那这些呢都是与呢 前面那些课程呢 达好基础很有关系 那非常重要 就基础还是要达得扎实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怎么样的学生 可以修读你们的AP课程 AP课程很 AP课程呢 你在一般的这个高中呢 他认为你要11年级 或者12年级才能修 但是我们的AP课程 经常有10年级就开始修 所以我主张呢 英语程度比较高的 在10年级就开始AP 就开始修AP英文课程 然后呢11年级的时候 你假如还没有修的话呢 你可以修两种课程 也就是AP语言和AP文学 都可以同时进行 所以两个课程呢 可以相辅相成 当然12年级学生也可以修 那么为什么要修AP呢 就是呢 因为这也是一个人文 最难的课程 应该在高中 就是为了呢 改变我们华人的那种 只会科学 不会文学 只会 只会做coding 不会做leading 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AP的成就 非常不可想象 所以还是要全面发展 比较重要了 对 那请问你们除了这个AP课程了 你们2019年 还有什么经典的课程 还有很多课程 我刚才讲了这个 Advanced English 我们还有呢 四年级到五年级 我们把它叫做classic star 就是传统之新课程 那这个也是讲经典名著 也是在学 只是说程度不同 那也在学这个词汇语法 大量语法 就是四五年级 这么小 四五年级开始学语法 这个比较可惜的 就是在美国的语法 学的不是太扎实 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课 来把这个语法做好 然后呢 当然我们有传统的 SAT课程和ACT课程 这个就是直接对于11年级学生 要准备要考大学了 那么他们可以修这个 也就是可以修这个ACT 也就是说我们的课程 从四年级开始 一直人文也好 还有我们其实还有别的AP 但我主要是在讲人文 我们还有这个生物的AP 数学的AP 还有AMC考试 那么这些呢 全部加起来呢 就是我们希望把学生培养一个 培养成为了这个 全面发展的学生 让他们游刃有余 能够去大学非常轻松的 非常好 进入长春餐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们报名有没有截止日期呢 报名呢 它这个春季课程呢 经常有人中途插进来 所以关系不大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 是408-982-3425 408-982-3425 好 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那学生呢 如果进入理想的大学呢 不光是数学啊 科学的成绩要好 英文的成绩也要好 所以呢 就是要全面发展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